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植物大战僵尸 豪华套装玩具 里面有很多的人物 我们一起来看都是谁呢 里面有两个向日葵 哇 向日葵下面有弹簧 可以弹射起来 它们每天都向着太阳可以生产阳光 我们收集阳光就可以购买植物了 首先购买的植物呢是香蕉火箭炮 在它后面呢有一个黄色的按钮 我们按一下它 它上面的香蕉呢使它的炮带 就可以被发射出来了 像火箭一样向上发射 我们还有植物 彩蕊 哇 它的牙齿呢像兔子牙一样 黄羊在它后面也有一个绿色的按钮 我们按下它会发生什么呢 它的左拳和右拳可以跟随开关上下摆动 像锤子一样可以垂倒僵尸 哇 这是非常可爱的猫尾草 它是长得像小猫一样的植物 我们继续来购买植物 哇 非常可爱的水蜜桃 看上去非常水灵 小朋友们这个植物是不是都认识呢 它就是坚果 它后面呢同样有一个按钮 它的技能是什么呢 哇 原来它可以编脸呢 呆萌的表情 嗯 有些愤怒的表情 哦 它的眼皮都掉下来了 显然是没有睡好 哇 白萝卜 哇 白萝卜呢也有它的技能 和坚果一样可以更换表情 嗯 好难过 正常 哦 有些晕晕的 俏皮的表情 哇 细长的植物 这是芦苇 它的全名叫做闪电芦苇 因为它长得像闪电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具有公期性的植物 玉米加农炮二代 升级吧 哇 看上去很厉害呢 上面呢是它的开关 这样它的玉米就被弹射出去了 有僵尸要入侵了 牛仔僵尸 玉米加农炮出击 天呀 僵尸的头和手臂被打掉了 牛仔僵尸腰上呢 有一个黄色的按钮 我们按下它 僵尸呢就可以被解体了 所以攻击的时候呢 我们要攻击它的腰部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植物和僵尸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的哦 好了 小朋友们 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可以一起来玩 拜拜